好 觀眾觀眾帶您關心 公民團體拆糧行動日前發起 罷免基隆市長謝國良的連數活動 第二階段的連數已經破了三萬 離三萬七百九十二分的門檻相距不遠 不過前一天國民黨主席朱瑞倫 到基隆力挺謝國良 就痛批民進黨全黨殺一人 那智庫副執行長林濤更高嗆 如果罷免謝國良成案 國民黨可能反過來罷免 基隆市的議員還有議長 童子偉來反制 那對此林又長也有最新回應 鄧林斎晴 其實基本上我認為是不適的 而且可以更加的一個計畫 這個在房間也有很多的人評論 甚至這樣子也會害到這個謝國良 所以實際上真的應該要 懸崖熱馬的反而是朱立倫主席 好 先可以跳流暢反擊 國民黨是用仇恨不理性的心態 來進行政治鬥爭 謝國良的施政跟爭議 惹出民怨是被罷免的原因 那罷免也是由民間團體來發起 民進黨並沒有能力來發動這個罷免 如果國民黨要提罷免來反制 跟民意對抗是不治的行為 反而會害到謝國良 因此要懸崖熱馬的 應該是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才對